癌症是当今人类第一杀手,也是现代医学的难题,癌症最大的难题在于复发转移。 据中美跨境医疗领导者哈顶浩医又介绍,不过恶性肿瘤百年内复发,转移率高达69%,两年内复发率高达80%,癌症的何会复发转移? 长期以来,癌症的传统手段主要包括手术、爆疗、化疗,手术作为一种机械手段,局部彻底,但癌症细胞的转移性决定,问癌症发病后,就会有癌细胞脱落,残存的癌细胞通过局部扩散、血管、淋巴管等途径,向四周及远处增值或转移。 手术五年后复发或转移率高达90%,爆疗对于有些敏感治医疗效较为明确,化疗是一种全身性手段,对原发躁、转移躁均有作用。 但放疗、化疗都是以创伤为代价的手段,起在杀伤癌症的同时,也会对正常细胞和气体功能造成损伤。 如何才能既有效杀死癌症,又能尽量减少对正常组织细胞的负面影响,是目前难以把握的尺度。 同时,由于到血平障的限制,临床用药剂量也受到限制,很多患者因不能承受巨大的度负作用而放弃,而且还会进一步降低抵抗力,为癌症的复发转移埋下隐患。 许多癌症患者因复发转移,无奈选择出国看病。 癌症复发怎么办出国看病,今年来,随着医学的悲速发展,人类对癌症有了更多了解,新的措施不断推出。 如免疫疗法,可通过多重免疫细胞的作用,对癌细胞进行有针对性的杀伤。 虽然我国医疗领域的进步举世瞩目,但与美国相比,在癌症新疗,新技术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差距。 例如,被医癌抗癌神疗的PDE免疫疗法,才刚刚获批在国内上市,美国FDA已批着两款卡提疗法上市,让白血病、淋巴瘤等血液类肿瘤,有望实现真正治愈。 而在我国,卡提疗法上在临床试验中。 此外,美国癌症的临床试验数量,是中国的10倍以上。 很多患者因此选择出国看病。 汉顶浩一流介绍,中国癌症患者总体5年生存率约在30%,而美国约为70%到80%,这可不仅是要品差距导致的。 美国医生都是按照经营模式培养,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丰富且分不均衡,分诊预约制度完善等,医疗团队往往专业度,严谨度更高。 不同于国内医生搭兵作战,在美国,多学科协作制度十分成熟,特别是肿瘤。 每个肿瘤案例,都必须进行多学科讨论,Tumor,Bot,综合制定最佳方案,这些正是真正的差距所在,也是出国看病患者所看重的。 什么是出国看病服务? HTTPS,WWW,和ACOM Abroad Medical Care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